全民封台股 航海王鋼鐵人 創造了少年股神和億萬當衝客 更造就百萬正確營業員 讓我們一窺他們的日常 靈異鄉中的百萬正確營業員 可能手上掛滿電話 每天經手上千筆的股票買賣 對 這樣子 這樣子 它就夾著 然後這一隻 它在夾 一直來 一直來 幾乎快要沒有時間呼吸 在電子下單的時代 百萬營業員的工作 不是只有買賣股票 期貨 還得精通保險基金 手中有數張證照更是家常便飯 現在券商也在推廣 就是多元的理財商品 可能像基金保險之類的 那我們下班至於 其實也要去專於這些金融商品 關注國際市場等 營業員也會在投資網路社團 賣群組PTT潛水 從中找出潛在客戶 個人會比較常在臉書跟Line裡面 現在有看一些Telegram的東西 不一定要在裡面做 比較商業的動作 但你可以在裡面聊天討論 因為畢竟我們也是有在參與市場的人 對 所以我們話題都是共同的 好 那我等一下馬上到喔 不過也不能一直關在辦公室 腳踏實地的跑業務也是基本工 主要是比較勤跑我們的交戈銀行 那裡面的行員跟理專 都滿熱心的幫我介紹同事跟朋友 他們總行的某一個部門 可能有一半都是我在我這邊開戶 就是一去可能就是一片都順便拜訪這樣 過去一名正確營業員 最多可以經首四五百位客戶 而現在一位營業員 一年就得開發上千名客戶 第一個那時候剛好手機 智慧手機剛好出牢 所以新型態的客戶 已經開始漸漸習慣用手機看盤下單 營業員可以透過線上的出難 幫客戶做完整的整套交易 然後現在連保單都可以線上做簽署 這波疫情 不論開戶下單等都得線上作業 就連過去徘徊在營業廳的資深股市老手 也得學會網路下單 可能是因為我們現在都採取電子上的交易 不然是開戶都是在電子上的方面 所以其實疫情對我們來相較於其他行業 對我們來說影響是相當比較正面的 曾經歷三次台股萬點的資深百萬營業員 忍不住感嘆門檻越來越高 如果就好做 當然是傳統早期的營業員是好做 因為他商品單一化 不用太多專業 但是現在的營業員其實除了我要懂台股 我要懂設備怎麼使用 我要懂智能軟體的運用 策略的選股 然後我還要懂多元財款的商品 什麼時候幫客戶做什麼樣的配置 所以比以前的營業員來講 現在專業多很多 所以現在的新型態的營業員 可能比以前的入門檻更高了 不過優點是 營業員能經手的商品更加多元 就不必擔心股市的起伏會影響收入 後來104年之後我覺得很好是說 政府開放的同意讓我們券商去做這些 我們本來就是投資起家的 所以如果理論上基金商品 投資型保單這跟投資相關的商品 由券商的從業人員來做很適合啊 那有點就是可能更 收入來源更多元 不怕說因為行情好壞 就影響到我們的收入 不論在市場高檔或是股市低迷時 都有可能成為一名百萬正確營業員